民间顺口六说,江泽民家里养着猫头鹰,出国代的李瑞鹰,听歌要听宋祖鹰, 猫头鹰指江的原配王也平,年老色衰一身是病,宋祖鹰格外狐媚,深得宠爱,中央电视台的女主播李瑞鹰相貌平平,但会故作媚态,江泽民厌恶猫头鹰,带着他是为了撑门面,标榜自己遭康之妻不下堂,利用王的革命家庭背景,掩盖自己的汉奸历史。 零二年访美时,在德州农场,江丢小王独自走进宴会厅,留下小布什和牢拉,安慰遭丈夫冷落的王。 江泽民最爱宋祖鹰,人大副委员长陈克杰,因为表现出对人大代表歌星宋祖鹰有点关心过渡,引起江泽民醋海声波,小命不保,被江处死。 陈克杰致死也不知道自己得罪了谁,是谁非要他的命不可。 有夫之妇,央视的女主播李瑞英,也是江泽民的情人。 李自八六年起,在央视当主播。 六四学朝开始时,李也显得支持民主,戒严令一颁布,他马上改换态度,显得对学朝义愤填膺,人品实在不值一击。 有几年,李瑞英是江泽民出访时必带的央视女主播,他白天在电视上当传声筒,晚上给江摆脱寂寞。 一次江出访时,李的采访像是在撒娇,在中央电视台晚间的新闻联播中播出后,引得观众议论纷纷。 一次在江泽民出访东南亚前,宋祖英和李瑞英在中南海里撞了车,宋以死相逼说,有他没我,有我没他,要江永远不和李来往,不能带李出国做报道,江莫许,李嚎啕大哭败阵而去,央视从此取消了播音员出境。 江泽民在五十年代留学苏联时,就勾搭苏联车工克拉瓦,后被迫当了克格勃间谍,当电子部部长时,第一次出国,就在拉斯维加斯公费嫖妓,事后那妓女对FBI警察交代说,那肥佬给的小费还充不少。 八十年代,江泽民作为上海市长访问美国旧金山,曾公费赌博和嫖妓,当时负责将贴身警卫的一美国高级警官,十几年后,还念念不忘,这么高级别的官员,会如此没有品行。 江泽民自己都说不清,和多少女人有不正当的关系,到底有几个孩子,除江绵恒、江绵康外,江还有个儿子,叫江传康,从来没有出现在全家福照片上。 江传康是上海中层党政干部,负责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。 2003年,选举政协领导人,宣票员读出宋主应一票时,台下爆出哄笑声。 紧接着,宣票员又读到李锐应一票,台下的人互相挤眉弄眼。 大家都知道,反正自己根本做不了主,那就干脆拿江泽民寻开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